而針對馬總統大動作 召開連鎮座談會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表示 內閣爆發林毅市弊案 必須讓人民看到領導者的誠心悔過 如果只是集合高官 上上公民教育課 那是在國中教的 而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今天砲轟馬政府 失能失信 出席雲林縣前代理縣長李靖勇 辦公室成立查會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對行政院爆出林毅市所會案 馬總統上午還找來大批官員 連鎮座談 蘇貞昌認為 國家領導人若不能拿出決心 誠心悔過 內閣會出現更多的林毅市 苏貞昌說 如果領導人只會把責任推給別人 面對問題閃來閃去 也會讓人民更加失望 不但不能整肅關徵 也無法除弊心力 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也同樣到場參加 但蔡蘇兩人一前一後 雖未同臺 而炮火卻同樣都針對林毅市案 通批馬總統失能失信 應該檢討失證 失信移民的總統 一個喪失效能的政府 那麼總統更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一個徹底的檢討 就是說他的失證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讓整個國家的機器的運轉 幾乎是失靈 而且失去了效能 蔡英文強調 內閣閣員爆發弊案 看得出馬總統束手無策 也呼籲各界要共同嚴肅 面對國家制度性的問題 挑起責任 記者綜合報導